保安局局長 共137項適應化修改建議 及三項相應的修訂 涉及85條涵蓋不同政策範疇的法例 並就條例草案的範圍 適應化修訂的原則 各項適應化建議 及他們的生效日期 作出了全面的討論 期間當局亦應泛委員會的要求 就香港大律師公會 香港人權監察及公眾人士 就條例草案發表的意見 作出了討論 為了配合條例草案的審議 保安局律政司及相關政府部門的代表 亦有出席會議 詳細解釋有關條文在回歸前後 一貫的實施情況 亦解答了泛委員會的提問 法案委員會是充分了解 各有關條例在回歸前後的運作之後 就若干適應化的用詞 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我們細心考慮和諮詢法律意見之後 採納了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主要建議 使得條例草案更能反映法律適應化的原則 稍後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提出有關的修正案 主席 條例草案的目的 是對香港法例中 若干涉及軍事事宜的提述 以及其他相關的香港法例的條文 是作適應化的修改 使得它們符合基本法 以及設合香港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儘管自1997年7月1日起 原有香港法例中 與軍事有關的條文 已經按適宜及通知條例所在的原則是全息 然而為了確保香港法例清晰明確 我們仍然需要對這些與軍事有關的條文 作適應化的修改 一如以往 政府就有關法例中的軍事提述 在法律適應化的時候 都是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 基本法的規定 適宜及通知條例第2A 2固C條 以及副表8第1及2條的適應化修改的主要適宜的原則 以及律政司在1998年 就法律適應化計劃的指導原則是以制定的 在審議的階段 法委員會已經就這些原則作出詳細的討論 以及都認同條例草案內的適應化修改 只是應該包括直接和純屬技術性的適應化修改 不應該加入其他可能涉及法律改革的修改 或者是和軍事無關的提述 法委員會也理解 在議備每一項適應化修改的時候 需要按照所涉及的條例的民意 在審議過程中 法委員會建議當局刪除 在適宜及通知條例加入四項常用軍事提述的定義 包括香港駐軍最高指揮官、香港駐軍、香港駐軍人員及軍方意義 正如我們在提交法委員會的文件中 和在法委員會會議上解釋 原來加入四項定義的容易 是使得相關適應化修改的草意工作 和經適應化後的法律條文更為簡潔清晰的 但是考慮到法委員會的立場和意見 我們同意即使不在香港法律第一章加入四項定義 亦都不會影響法律賦予中國人民解放軍 或者是香港駐軍的現有權利或是豁免的 故此我們採納了法委員會的意見 從適宜及通知條例中刪除 這四項定義並會動議是修正案的 法委員會對於領港條例 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條例 及商船海源條例中把呂皇陛下的船舖 作適應化修改 以涵蓋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船舖 或者中央人民政府的船舖 並沒有異議 但有意見認為 由於願有的條文並沒有列出 並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的提出 故此在適應化建議是加入 並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的表述 即使只為進一步釐清條文的立法原意 並正確反映條文在回歸前後的一貫實施情況 也未必最符合純粹適應化的原則 我們在詳細考慮之後 接納法案委員會的意見 在不影響相關條文的法律效力之下 同意刪除這個提述 更高度體現是純粹適應化的原則 我們會提出修正案 從剛才所述的三條條例中所涉及的相關條文刪除 並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的提出 法委員會建議統一條例草案中 所有有關國防大臣或公貿大臣的適應化修訂 提出可一概修訂為中央人民政府 以代替現時草案內的陳述 即是包括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代表 以及主管當局等的提述 當局認同法案委員會的意見 即無論是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代表 或主管當局 實質上已經可以由 中央人民政府這個統一的稱謂所涵蓋 經細心考慮法案委員會的意見之後 當局將會在註冊外觀設計條例中 把國防大臣或公貿大臣的適應化修訂 統一以中央人民政府替代 同時將刪除1995年 飛航、飛航、飛航、香港令和航空保安條例 原草案中或其代表和主管當局等提述 並就這些改動提出修正案 在這裏我要特別提出 上述統一稱謂的原則不能適用於民航條例 《香港法例》第48章第2A 故八條中的國防大臣提述 即《條例草案》附表1、第120故三條 這項的條文是涉及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 而這個權力根據《基本法》第18條第4款規定 明確地指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 因此該一項的條文 必須維持將國務大臣適應化為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以確保條例草案是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范委員會亦對這項安排表示接納 另外范委員會認為應保留入境條例 人事登記規例、公共巴士服務規例 現時條例中有關軍人服役這個提述 而無須將之適應化為服務 范委員會亦建議保留天星小林有限公司 付禮原條文、軍人在當席中這個提述 無須修訂為正在執行職務 當局接納范委員會的建議將會提出修訂 刪除服務及正在執行職務這些提述 以保留相關條例中原有的服役和當席中的提述 范委員會建議在簡易程序次序條例 第29庫二條中把英國海軍人員的提述 直接適應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人員 以更加好地體現純粹法律適應化的原則 我們同意委員會的建議 將原來相關的提述 修訂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人員 並就此提出修正案 范委員會建議 無須在公安條例第31庫6庫M條中的適應化 建議加入香港駐軍的提述 條例重案建議把持有有效軍部通行證的國防部僱員 適應化修訂為持有有效的中央人民政府 國防部通行證或者是香港駐軍通行證的國防部人員 法院委員會認為香港駐軍的成員應享有的豁免 已經由公安條例第31庫6庫F條 內有關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提述所涵蓋 故此在第31庫6庫M條對於國防部人員的修訂 不需要重複香港駐軍這個提述 另外法院委員會亦建議簡化適應化的字句 令條文的民意更為清楚義明 我們經仔細考慮法院委員會的意見 接納可以進一步完善這項適應化修改的建議 並同意把軍部這個提述修改為中央人民政府的國防部 同時刪除原建議中劃香港駐軍通行證這個提述 即把第31庫6庫M條條文的持有有效軍部通行證的國防部僱員 適應化修改為持有有效中央人民政府國防部通行證的國防部人員 我在這裏再一次要感謝委員會的支持條例草案恢復異動 委員會的主席和各位委員的努力 有助確保香港的法例能夠保持清晰明確符合基本法和設合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強靜區的地位 最後我懇請議員支持我稍後就條例草案提出的各項相關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委員長各位提出的代決議題是 2010年法律適應化修改 軍事提述條例草案 予以易讀 現在輔助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吳靠議員 要求記名點票 吳靠議員要求記名表決 表決鐘響五分鐘 吳靡君 吳靠議員 吳靡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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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